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线上法人说明会会议开始 各位嘉宾欢迎您参加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线上法人说明会 首先为各位介绍今日精彩科技线上法社会的主讲人 董事长继总经理陈嘉湘先生 发言人林中安先生 财务长林树敏先生 接下来就请陈董事长和林财务长就精彩科技的营运成果即未来展望做简报 各位投资先进肯首先报告本公司110年第二季及上半年度财务报表 110年第二季营业收入进预新台币15亿1900万元 营业毛利为3亿5500万元 毛利率为23.4% 营业费用1亿600万 占营收比例为7% 营业净利2亿7300万元 营业净利率为18% 第二季税后净利2亿5000万元 纯益率为16.4% 每股盈余为新台币0.92元 本季约当8寸晶元工装销货量为129000片 晶元测试销量为77000片 分别较上季减少约21%及32% 季平均汇率为27.9% 与上一季度相比 营收季减28% 营业毛利金额减少56% 净利季减少58% 在其他收益及损费 收益较上季增加约900万元 主要为处分老旧资产所致 以去年同期相比 营收年增15% 毛利金额年增59% 净利年增81% 接下来为第二季销售分析 第二季营收中 晶元级尺寸封装营收11亿2600万元 占比为74% 晶元测试营收为2亿5000万元 占比为17% 晶元后护层封装占比为8% 营收为1亿2000万元 与上一季度相比 在晶元级尺寸封装营收季减27% 主要因第二季进行CSP局部产线调整 转换其呈现明显的季减 在晶元测试营收为季减28% 主要为营运淡季所致 晶元后护层封装营收季减38% 主要为产品周期已久 与去年同期相比 营收年增15.4% 主要为新增晶元测试业务 虽然处于营运淡季 相较去年测试业务上债产线建置期 故营收与获利均显助优于去年同期 以上为第二季 销售分析说明 接下来为第二季资产负债表及重要财务指标部分 第二季底现金及有价金融商品 新台币19亿3100万元 占总资产约24% 应收账款为9亿4900万元 合约资产佳季存货为5亿9100万元 长期银行借款已于第一季全数清偿 负债比率为27.8% 期末股东权益为58亿5500万元 每股净值为21.58元 主要变化方面 应收账款较上季底减少约32% 主要为本季营运进入淡季及产线调整期 流动负债占比为21% 其中资本支出相关的应付设备卡 约占5% 以第二季营运年化计算 平均收线与销或周转天数分别为70日及22日 第二季应营运明显季减 互周转天数增加幅度相对较大 流动比率为2.1倍 资产生产率为1.5倍 接下来为第二季现金流量表的主要项目 其出现金及月亮现金新台币13亿3000万元 来自于运活动现金净流入7亿5800万元 累计上半年净流入为17亿8200万元 资本支出1亿5400万元 上半年资本支出为4亿1300万元 期末现金及月亮现金为19亿3100万元 本季折旧及摊提2亿1600万元 自由现金流量为净流入6亿1700万元 上半年为净流入13亿8500万元 主要变化方面 虽然第二季获利季减将近六成 为季底应收账款较上季大幅减少 在营运资产净变动得以加回 故本季营运活动的现金净流入 仅较上季减少约26% 以上为第二季的财务报表说明 接下来为110年上半年度营运结果 上半年营收新台币36亿3100万元 营业毛利11亿6000万元 毛利率为31.9 营业费用2亿2900万元 占营收比例为6.3% 所得税费用为1亿2500万元 税率为13% 税后净利8亿3900万元 每股盈余为3.09元 上半年平均汇率为28 台币较去年同期升值6.6% 上半年金元级封装销货量29万2000片 金元测试销货量19万片12寸金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上半年营收年增32% 营业毛利较去年同期成长约1.4倍 毛利率增加14.5个百分点 营收与获利的成长 主要来自于新增的金元测试业务 另外在影像感测器封装 3D元件封装亦有成长 营业费用增加3200万元 主要为因获利成长而增加提列的员工熟牢 营业外收入及支出减少约1700万元 主要为利息支出及会对损失的减少 上半年税后净利为新台币8亿3900万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约1.8倍 以上为109年上半年度的损益表说明 各位法人代表大家午安 我是精彩董事长陈佳霄 感谢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 波影参加这次的线上法说会 那疫情期间也输大家来讲一切顺利 和家平安 首先向各位总结整体110年上半年的营运状况 110年上半年营收新台币36亿3100万元 毛利11亿6000万元 税后净利8亿3900万元 因此每股盈余为3.09元 那分析的主要的业务状况 12寸晶圆测试业务 应该是上半年营收及获利的主要原因 这个是跟去年比 不过整体上半年来讲是传统测试的一个淡季 因此营收上面呈现的是一个连续季节 第二季来讲算是最低 另外8寸影像感测器封装整体需求 目前看起来整上半年是符合预期 尤其是测用电子营收交去年同期增加了22% 另外有提到说我们CSP部分产线会做部分调整 工程也与第二季顺利的完成 我想法人们大家都比较关切 应该是我精彩下半年的看法 那目前我们看到第三季的营收和获利 应该会如预期有季节性的回升 其中以3D感测圆件封装的订单回升 应该是最为显著的 另外12寸金颜测试也逐步进入旺季 不过来讲有些意外是8寸影像感测器的封装 那因为整体供应链来讲有些波动影响 目前看到来讲下半年的订单可能会越低于上半年 不过我们整体看全年来讲的话 应该CSP的封装来讲 8寸影 CS的封装来讲 应该还是可以维持大概10%左右的一个成长 当然整体来讲看下半年 我们认为疫情的影响仍然是我们最关切的事情 对半导体整个工序来讲目前秩序上造成的一些波动 我想最近几个月来讲越去明显 而且在持续中 例如来讲 部分产品它相关的电子零组件供应有短缺现象 因此甚至造成了在晶圆代工部分 产能有重分配的一个状况 另外终端市场的需求也有一些变化 我们整体我们确确的感受到是客户对于未来的库存规划 已经有这种趋于保守的现象 第四季可能受到的影响 目前我们认为可能还需要再观察一两个月 那主要是看终端客户对于未来半年市场的一个信心 到底是怎么样 这是有关于第二季 对不起下半年来讲 公司那样的一个看法 以上是精彩科技的简报 接下来是Q&A时间 若各位贵宾对刚刚简报的内容觉得有不清楚的地方 都欢迎于问与答中提出 我们经营团队会为您做详细的说明 首先先回答法人朋友在会前所提出的问题 请我们发言人林中安先生回答 各位法人先进入安 我首先回答法人之前的提问 那第一个第一题 请问精彩测试产能是否有进一步扩充的可能 预估明年测试产能会增加多少% 目前公司还没有扩充的计划 那第二个问题 屏下指纹辨试器是否需要精彩的技术 目前是否有屏下指纹辨试的案子在开发 那事实上 精彩目前提供的晶圆局封装 还有后物层封装的技术 目前并不是屏下指纹辨试器封装的主流 所以现阶段也没有在开发中的专案 那第三题是台积电在法售会上表示 未来后段的营收成长会超越公司的平均值 精彩身为台积电后段供应商之一 如何看待未来几年营收成长的CAGR 另外是精彩未来几年的投资方向为何 那首先就精彩未来的投资方向 那精彩未来的投资方向应该分在两部分 那第一部分是我们会在既有的业务项目上 做技术的再精进来满足客户技术升级的需求 以巩固目前既有的业务项目 那第二部分是在新的业务项目开发方面 我们将投入更多研发的设备还有资源 希望能建立关键核心模组跟技术 藉由新技术的建立寻求跟大股东 还有其他客户们更多的合作机会 并将积极切入感测器立即工装市场 例如MANS方面 拓展新的应用 希望能达成营收及获利稳健成长的目标 第四题 下半年订单的能建度 下半年测试订单会有YOI的成长吗 还有PBI等等 那如前所提 第三季将进入产业旺季 所以订单能建度比较高 营运会有拒绝性的回升 那第四季我们刚刚董长也讲过 还是要看终端销售跟客户对市场的信心 那目前订单的能建度相对比较低 倍数还有不确定因素能高 我们当然还有需要一到两个月的观察 不过公司去年下半年的营运表现非常的亮丽 所以依照我们目前的观察 今年要再突破是有些难度的 第五题 公司目前在应用别的营收分布比重为何 那目前在今年的上半年 测用方面大概占十几% 12寸晶元测试大约十几% 在手机方面大概是50% 另外在平板、安控、游戏、医疗、工业用等等 大概是20% 第六题 市场对先进封装的需求逐渐上升 像2.5D、3D等等 请问精彩在此领域的定位及展望 我们会持续寻找适当的切入机会 第七题 像台积电在海外有许多的设厂计划 经常是否也考虑海外投资破产 那我们目前并没有讨论这一方面 那第八题 有法人提问下半年盲利率预测 以及我们的gold margin 跟营业利益的长期目标 那在2020年我们gold margin大概是30% 2021年上半年大概是32% 下半年希望能够更好一点 至于长期的gold margin跟OPM的目标 我们将自力持续提升公司 营收成长跟获利的能力 那第九题是 法人提问资本支出及产能扩充计划 今年的资本支出会比去年多吗 主要分配为何 有没有重启12吋的计划 或是8吋产能扩充的计划 预估今年的资本支出大概是6亿7千万到8亿2千万 较年初预估高大概6千万左右 那相对来说去年是9亿6千8百万 所以今年是少一些 今年主要的投资是在研发设备 那并没有重大产能扩充的计划 目前也没有讨用要重新进入12吋 CMOS Inmin Center CSP这方面的生意 以上是所有法人的事前提问 另外这边有法人问到 公司的现金越来越多 负债比率也一直降低 未来是否有比较大的投资 或是配方鼓励会提高 这边关于资本支出的部分 主要还是看Business这边 有没有比较sully的投资案子 那公司在现金的资源 或是用银行额度的部分再来去support 现金的部分我们 这边大概还是比较保守的 不会去做一些激进的投资 那股力的发放 今年配发率比较低 大概是39% 未来的话应该会略为提高 我还是看营运 跟未来的营运需要 那有个问题是 CSP产线的调整工程 在第二季顺利完成 那这一块主要是如何调整 对公司的影响前后有何差别 事实上精彩科技现在的CSP 有两种主要的应用 第一个是3D先行 第二是CMOS Immune Sensor 那CMOS Immune Sensor 本身又有好几种技术 这次的调整主要是 在整个CSP的产能 因为不同的技术的需求 不同客户里面的需求 所以我们做一些调整 让整个公司的产能 可以逆得不光3D先行 跟CMOS Immune Sensor 客户里面的需求 那对公司的影响 当然是对后面 在接客户的生意 是跟着客户的需求走 那所以它对公司是一个正面的 那另外是 有一个问题是 是否能分享未来短期中期 手机CMOS Immune Sensor 升级的趋势 以及今年手机 今年下半年手机的需求展望 那这一方其实精彩科技 目前在手机CMOS Immune Sensor 手机应用上面 我们琢磨的没有像之前那么多 那当然手机的升级是必然的趋势 那只是精彩下Focus 还是在非手机方面的应用 在CMOS Immune Sensor方面 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我想这边可能 让我把人更清楚一点 手机用的CIS来讲的话 当然每年来讲 随着这个手机的应用来讲的话 还有升级 事实上来讲的话 是一个成长趋势 不过它主要的封装大概都是COB 对于我们CSB部分来讲 除了少量来讲的话 是低阶的产品来讲 大概就是需求 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成长的像 那么惊人 因此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生意 那这边来讲的话 跟手机的整体趋势来讲是有差别的 这边我只想说 我们所观就是精彩来讲 我们所着力的是在CS的CSP部分 那这有提到车用手机业务 目前是否还是遭遇较为严重的零组件 短缺的影响 那事实上 全球大家都有零组件的短缺影响 那只是我们的客户比还是非常多 所以不同的客户影响程度还是不一样 那整体对公司当然有些影响 刚刚前面我们总长也提过 只是个个别影响程度 目前其实最下半的还不是非常清楚 这边有一题问到产能利用率的问题 第三季跟第四季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刚刚的业务这边 业务简报这边的话 在第三季的话是进入到一个旺季 那当然各个产品线的表现 可能是有些不一样 那在3D感测的部分的话 事实上大概就跟去年同期相当 就反弹的进到一个旺季的模式 那在测试的部分的话 目前看到的话 是没有像去年那么巧 第四季的部分 就是刚刚董事长这边报告的 第四季我们还要再看一两个月 目前的能见度不高 这边很抱歉有关于产能利用率部分 由于来讲 我们3D感测来讲 是属于单一客户的产品 那CSP本身来讲的话 也是属于 纯粹的帮特定客户的一个代工 因此它的产能利用率来讲 跟客户本身的这个业务来讲 有相关的机密这个承诺 我们这边不能随便讨论 这请尽量 那也有法人问到说 有关于公司是不是对第三代 现在来讲 蛮 应该是大家谈 这个 就是蛮关注的 所谓第三代半导体的布局 那风中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在PPI部分 一直来讲 我想不只是针对斯利肯 那包括像MANS相关的材料 还有第三代半导体 我们事实上都有一些 跟客户都有些合作的案子 比如说 前几年我们也试着帮客户的 所谓的那个 给你内装 西肯的这样的产品 做一些PPI的一些 这个服务 那这边来讲的话 整体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 都还是在所谓的一些研发专案 在开发专案上面 目前看来讲 可能都还需要一点时间 等我们真的有比较成熟 或是比较具体的 这个业务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报告 另外有谈到 车用CIS预期Mini成长性 我目前看到车用CIS Mini应该还是会成长 那只是成长弧度 还是要看整体的supply chain 整个供应链 跟整个车用市场 最后终端的销售状况 那另外是问题是 公司在车用领域是封装 在手机跟工业用的 对不起我看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他跳太快 所以我要去找一下 刚刚 题目问题是 公司在车用领域是封装 那在手机跟工业用的产线 是封装业务吗 还是测试业务 那目前在车用是 事实上在车用我们有封装 还有非常一小部分的PPI 那在手机跟工业用 同样的我们有封装 也有 有封装也有PPI 那测试的话 测试业务 因为这是属于 中端客户是我们大股东 所以大股东的对每一个测试的项目 我们实际上是不便去做看面 再说 中端客户 我们实际上 那目前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队 是否看到车用镜头画素升级的趋势 能否分享实际案例与供参考 那目前的车用画素事实上一直在往 还是在往高画素走 已经有一些8M的画素出来 那只是我想整个的升级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只是它的升级速度可能不会像手机 当初手机那么迅速 不过这个trane是在的 这有一个问题是请问中国 如果中国投产方向的改变 对公司是否有影响 那事实上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并没有影响 因为我们还是focus在工装部分 那有一个问题是2019 2020的这个产品应用别 事实上刚前面已经有报告过 在2020上半年我们的产品应用别 那2019跟2020的差别只是在2020 我们的车用有多一些 那当然大概在从10%拉到10几% 那事实上变化不是那么大 那这个题目是请问第二季毛利大幅下滑除了规模之外 事实上有其他影响因素 事实上和奶料价格波动有关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有些材料价格有一些波动 但是最主要原因还是在驾动率 这是整个驾动率遍地的原因 谢谢大家 可以 这边有一题问到 第三季跟第四季 QOQ或YOI的幅度 营收的部分 营收我想第三季 我们刚刚提到 还是回到一个旺季的模式 因为第二季 其实在产线的调整上面 第二季的营运 营收也掉得比较低 所以第三季的QOQ的话 我们认为会 会蛮显著的 那第四季的话 大概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可能还需要 一两个月时间再观察 才能看得清楚 目前订单能见度 也要稍微低一些 所以第三季是 会有一个明显的计真 所以这边大概也一并回答 关于下半年 营收跟YOI的看法 大概主要就是第四季 还有能见度上面的干扰 所以我们这边 还没有办法 描绘得很清楚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客户对库存部分来讲的话 预估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订单部分 其实有一部分来讲 我们可以 如果对客户的库存 能够有一些预期预测的话 我们大概会比较准确一点 那目前看到来讲 当然知道第三季应该是高峰 但是确确的状况来讲 每个月的是不是来讲 有多少 其实现在我们还是不敢太堵定 那这边那样包括来讲的话 就是前面的供应链的波动 也有一些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下 这我们对 对于下半年的预估来讲的话 会比较稍微犹豫意验 然后没有办法给大家明确的数字 那另外一个 大家也许会觉得说 今年的第一季 精彩表现得非常好 第三季跟第一季比大概怎么样 同样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对第三季部分来讲的话 一方面是库存的 跟我刚刚讲 一个库存库存部分来讲 会影响到第四季 那这个我们不是那么清楚 第三季的部分来讲 供应链部分 有些波动这边的影响程度来讲 我们还要在 尤其是下半月来讲的话 原先的预期来讲的话 是不是有改变 我们还要再看一下 那这些波动来讲的话 除了说是晶圆代工的波动 改变以外 另外一个包括 国内疫情 造成测试上面的一些 因为工厂因为防疫的关系来讲 有些延误 那这边来讲的话 事实上也对我们后续的封装部分来讲话 产生了一些些许影响 这些影响我们预期会在第三季底的时候 发酵 我想这边有把人问到测试业务 下半年不如去年同期的一些原因是终端需求 还是代工比例的减少 那我想这边事实上是去年的 去年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刚提到不如去年同期的话主要是现在看到到七月第一个月的时候的话 没有像去年的力道那么强 只是一个形容词 那倒不是说客户那边有什么转变 那这部分我也不方便comment 那这部分我也不方便comment 有有人询问就是说 今才看到客户对库存规划去保守的话 那这是不是有后面的原因是不是够清楚 目前我们知道来讲的话 应该还是客户对于整体市场的一个变化来讲的话 没有像以前以前的那么乐观 那其中我们当然对公司影响的还是来讲智慧型手机 大家都知道今年智慧型手机 应该是说从2020下半年开始到今年都相当的暢旺 可是终究会有一个饱和 那我们目前看到来讲 大家对于是不是持续到2022还会这么好 大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和看法 那我们这边从客户的规划来看起来 我们认为他们对于后续的需求来讲 是不是会减缓 这边或是换机潮是不是会如预期的那么旺来讲 事实上来讲是比较采取保留的看法 那有这边也有问到说 我们相关的CSV产线的转换是什么原因 那产能差异有多大 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 CSV那样的产线主要是3D感测原件那样 因应每一代换这个产品这个换代 然后技术上的提升来讲的话 我们必须也相对应的对设备流程 及机台来讲做一些更新 至于产能的产生来讲并没有 产能的产出来讲并没有变化 主要是新机台的一些投资 还有产线的重新安排 那有法文问到 如果要做测试的扩盘 那利太大要多久 像我们目前在量产的12吋经验测试 这个尝试在既有的厂房上 做无程式的建制 那再加上机台的moving 那从无程式开始建制 一直到量产 规模量产 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可是刚刚前面有提过 我想我们刚刚前面有提过 我们在今年实际上 是不会做今年测试的 任者的扩盛 我谢谢大家 反应有在问到我刚刚提到 7月测试比去年低的比较基础 是跟去年的7月比较 还是跟去年的高峰比较 他是跟去年的高峰去比较 有法文问到 7月测试副颅预期可否再强述 事实上刚才提到 下半年大概比上半年少一点 原来我们预估今年下半年 应该可以连续跟上半年一样的容景 但是目前看到 因为整个供应链 我们有很多客户的 我们很多客户上他也有他需要的代工厂 那有些是自己的IDM厂 那事实上他们在做整个的 前段产能的分配上 事实上有做一些调整 那所以 我想这个调整是 因为我整个最终端产品的需求 所以对我们有一些影响 但是事实上上半年下半年 事实上差异并没有非常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这个有反对于所谓的细穿孔TSV部分来讲 还有就是一些细节比较有兴趣 这边稍微说明一下 那问题是说能够在逻辑ICTSV细穿孔上面 做细穿孔的这个制程 是否说为高阶技术 因为看到的是说多数的封测厂 顶多在memory就是记忆体产品上打TSV 逻辑上的话打TSV的比较少 那是不是能在TSV上 能在这个逻辑IC上面打细穿孔的话 是不是一个所谓技术领先的指标 那这边要跟 这边可能牵扯到比较多技术上的细节 就是说做所谓的晶片和晶片之间的连接 connection来讲的话 除了透过载版以外来讲 当然就是晶片和晶片之间连接 也有事实上有很多种方法 在这个系晶片上面直接打穿孔 是其中来讲的话的一种 但是通常它适用的是在所谓的 low ping count的部分 因此来讲在memory或者是像说的感测元件 它的接角数来讲是比较少的时候来讲的话 这会比较适用 那当然逻辑部分来讲不是不能用 但是如果当你的ping count数比较高的时候来讲 牵扯到所谓的制程上的良率 还有在layout上面来讲的限制来讲的话 就变得来讲不是那么的适合 那这边来讲的话 事实上来讲的话 如非必要的话 他们可以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譬如说free chip 那这些东西来讲的话都是这样可以用的 因此本身来讲的话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技术 至于说在逻辑IC上打 或是memory上面打 其实技术本身来讲的话 差别不大 那法人提问说 刚刚有提到 今年不会有今年测试的扩产 那明年有没有可能 那事实上在最前面的法人事前提问里面 就有问到这一题 那事实上目前我们还是没有扩充的计划 这边可以让我过 这边 这边 感谢观看 好那我们提问到此告一个段落 谢谢各位贵宾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今天精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轮说明会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指导 敬祝各位万事如意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